接下我們請邵江 我其實講這個 其實講一個緣起 稍微幾句話 就是我為什麼研究民刊 這個實際上是代表中國 尤其是49年以後 這個民間社會的一些思想來源 和它的一個發展狀況 那這個在89年 這個運動期間的民刊 它有一些特別的特點 我首先先講一下 這個一般性的民刊 什麼是民刊呢 其實很簡單了 你就拆兩個中文字就可以了 這是我在做這個一種方法論 就是直接用這種定義 民就是人民公民都可以理解 刊呢就是這個雜誌啊 出版物 所以你合起來基本上就是 公民雜誌民間出版 和民辦刊物 和非官方出版 那什麼是民刊 這大概就是幾個特點 一個就是 第一個特點就是開放文本 你像剛才那個 這個崔老师 崔未平老师 他在講這個反封建 實際上你要理解那個文本 就是你讀者有 跟這個文本有一個關係 你要屬於開放的去解讀它 那實際上在這個共產黨這個 這個就是很嚴格的檢查制度底下 有些文本是出不來的 你要自己去理解那個文本 讓它發展出來 那其他的呢我就不多講 其實我講最後一點吧 就是在這個封閉環境下呢 它跟這個學生工人網絡 或者支持民主運動的一些出版物 這個是在八九年是特別突出的 那我第一個呢 就是說在講這個活字 這個活字實際上就從中國的這個 活字印刷來的 那這個民刊實際上 它的這個特點就是活字 因為它對抗的就是這個檢查制度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是民刊的一個基本特徵 那我現在呢 就說這個民刊製作過程 這個製作過程呢 實際上是它 它是首先要製版 製版那個手寫 你看這個左面那個 就是劉小波的那個 爵士宣言6月2號的 這手寫的我不知道 是不是劉小波自己 是他寫的OK 正是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是打印的 這打印的就是四通打印機打印的 當時是中國中文打印機 那個四通公司支持這個學生 給很多大學的這個資質會 和這個獨立出版物支持 那下面一個就談它怎麼複製的 複製呢其實就兩種 油印的就是最傳統的 這個是八十年代是一個轉換 但是八十年代還有個特徵呢 就是這個八九年 實際上是一個有這個扶印機開始出現了 就是它它在這個做版 就是生產這個扶制過程中呢 就是可以直接被扶印這個油印的這個刊物 然後呢保存起來 所以現在呢就容易讀了 這個比油印的讀起來要容易得多 那這個就是我在講這個整個在這個傳播過程 傳播過程你可以看這個強暴是一種傳播途徑 它實際上跟這個傳統的這個油印刊物是有一個互動 有的這個大字報直接就變成了油印的刊物的文章 那還有一個就公共交通 這個是八九年非常有特徵性的就怎麼散發這個傳單 它實際上你看這個這個學生或者工人就直接就把這個刊物傳給這個這個公共交通汽車 然後還有一種傳播的就是這個廣播 它實際上呢它是用把這個文字呢轉換成那個音頻信號 然後在遊行隊伍中就把它廣播出去 還有一個就串聯和聲援 因為這個其他地方的學生和北京學生的這個互相走動 所以它就可以把這些傳燈和油印品這個名刊都帶到各地 再有一個就是叫做這個活動牆板 實際上它在北京城呢它有個塑造北京城的 在塑造北京城的一個過程 就是它很多地方都重新形成一個叫民主牆野吧 還是公民討論牆野吧 哦好對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就是 紀念碑的那個它也有實際上也生成了個牆 那崔玫平老師那個回答的小詩大概也是貼在這個牆上的 這個右面的是那個勞動人民文化工的那個外牆 這一個就是在紀念碑下它用一個部服長部服拉開的 然後呢就把報紙和那個當時的那個民刊都放在上的 這個是在外外交公寓前面的一個活動木板搭成的一個牆 這個活字呢還有一種呢就是電報和傳真 你看那個左邊是深圳大學 當時支持那個絕食學生的給通電全國的 有給給中共中央和那個首都新聞界 還有這個是直接給北京高校學生的 這個呢實際上是六四發生以後 當時呢這個各校籌委會就把六四的這個見證 直接傳給中國各地 然後再傳甚至傳給外國的那個新聞記者 那我就開始講這個八九年主要的幾份民刊 第一份民刊就是這個新聞導報 這個是4月29號出版的特刊第一期 然後這是最後一期 就是講這個六四屠殺開始的時候 新聞快訊呢這個是包真信先生提了 包真信和老木在廣場辦的 他一共出五期 那到這個三十一號呢是最後一期 但是實際上已經感覺到這個鎮壓臨近 所以呢就設備呢 一般的那個設備廣場設備 就移到了那個北大 然後準備在北大繼續出 因為六四呢就大概中斷了 那工人自治會呢 就是出版了很多這種屬於這個傳單系列 那它是這個今天是十九號嘛 三十年前的這個十九號呢 就工資聯第一期 我沒有找到這第一期 但是我看到了就是香港它作為 繁體字它重印了這個 那它的一個聲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求政府回應 爵士學生的兩個要求 否則在二十四小時 也就是五月二十號的十二點鐘 開始全市大罷工 好這最後一期就是六月三號 沒出出來 他們就拜那個 拜這個整個的 板也沒打出來 他寫了個草稿 就遞給北大 由北大拜這個最後一期出來 就是講這個整個軍隊開始部署 要屠殺要開始了 高校的系列名刊也是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 這個就是講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從三天以後 學生第一次遊行以後 就開始出版這個遊映刊物 直到這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六四 六三六四的一個見證 它就等於拜整個見證 匯集了大概五張傳單 再向全國發行 甚至向國外發行 那剛才我其實忘掉一個就是 剛才劉曉波其實在廣場 還有一個刊物 我看一下這個圖有沒有 這個絕食快訓 絕食快訓是五月十五號 就絕食兩天以後 劉曉波和北市大的學生 就做了這麼一幅刊物 這個是頻率非常高的印刷 每天大概十七 現在我就找不到前一百三十七 就開始就是一百三十七 又是港支聯的那個保留的文件 所以它這個一直持續到 六月三號晚上 直到軍隊 已經開始在木須地和幾個地方集結的時候 這大概就是最後的一個 最後幾期都沒有拿到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八九年整個的 民刊的關鍵詞是什麼 大概就是這幾組了 一個是民主自由和權利 自由權利 那基本上它就講的這個 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抗議權集會與結社權 然後就是共和國 然後反普拜和反關島 這個是中央民院的一個關鍵詞 因為我在中央民院的這個印刷品裡只發現了兩份東西 那麼昨天那個伊利哈蒙講 伊利 西伊利夏提講 對 講到這個什麼新疆大學以前有這個東西 那要是有這份東西太好了 我研究一下以前的 但是有一個共通的 就是這個 作為其他民族 就是藏族也罷 還是維吾爾族 這個他們爭取呢實際上是有兩個核心的東西 一個是自治 這個自治呢 又跟北京的這個自治會 學生自治會 工人自治會 又聯到一起 所以這個自治的這個概念呢 實際上是個擴展概念 是跟民主密切相關的 那第一組呢 就是其實看到民怨的那個5月4號的遊行 前兩個 前上面的兩個都是 那這一個右上角的就 我開啟很清楚了 那個是維族的那個 起來 是吧 爺爺醒來 你是這個這個含義 那下面那個呢 這個是5月4號的 上面那個上面都是5月4號 下面那個是藏族人民痛恨軍管 這個是5月22號 就在北京這個宣佈軍管戒嚴以後三天 那其實他這個軍管是兩個含義 一個是三月的拉薩的軍管 一個是5月北京的軍管 那最右下角的這個是 藏人學生在5月31號打出的橫幅 人權 自由 民主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詞 那為什麼要民主 實際上呢 你看這個民主的來源 看這些整個89年民刊的出版呢 它實際上是有這個法國大革命的東西 有美國革命的 有巴黎公社 馬克斯 列寧 還有89年以前的民刊 那什麼是民主呢 它就講這個實際上是 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事務 人類的解放過程 如何實現民主呢 就是通過實踐那個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 集會自由 包括這個公民不服從 然後反腐敗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跟官方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別 就是官方是說 我這個要在黨 保證共產黨的這個權力 之下呢 自上而下的 這個是它的版本 那民刊就主張的是民主化 通過民主化呢 和就是迫使官方透明 來解決腐敗問題 那最後這個是關於共和國的問題 就是沒有民主的話 這個共和國就成為 這個權利者的私有財產 那我就重要 剪幾個這個民刊中的文章 為什麼要民主 那這個在這個道全民書的論民主呢 他就是說 我就集中說 他是說什麼呢 現在廢除幾個人 說了算的專制制度 建立人民 說了算的真正民主的時機到了 然後 他是說呢 民主呢 是每個公民的事情 大家只能齊心協力 才能 才能廢除少數人左右 全體人民 隨便可以命令一部分鎮壓 另一部分人民的政治體制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實際上是 你說人民解放軍的來源 他的士兵也是 也是農民或者工人 所以當時呢 有一些學生就想去 軍隊中 就這個 讓軍隊了解這個 他們就帶了一些這類的傳單去 然後這個就是清華大學的 就是說這個民主可以當飯吃 為什麼呢 你這個怎麼制止物價漲價 怎麼去這個控制這個政府開支 那這個民主實際上是給你一個 讓你要監督政府的這些東西 實際上是經濟民主的概念 那民主說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民主如果是沒有 沒有這些程序保證的話 你就通過這個實踐公民權利 那共和國這個也很重要 大家看我那個 那個 那個寫的那個文字就行 還有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打江山就坐江山 你的權利合法性是沒有的 你必須呢 就是把權利還給人民 這是 這是這篇文章的主要主旨 那剩下的這個 其他的也是 關於 中國前途沒有民主 就沒有四個現代化也不會有人民的幸福 這個是法大的傳單 那這個沒有民主呢 這個只能 中國只能在專制的體制下循環 人民會被繼續努力奴役 那人民抗爭才能改變 那這個大概是非常有機制的一個回答 就是香菸大記者問 他這個全是用香菸的 你看現在可能還有很多有意思的回答 就包括這個 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形象 它是駱駝排香菸 駱駝排香菸呢 駱駝是有兩種象徵 一個是吃苦耐勞 還有一個是腰就是直不起來 那個如果被中國當成一個癌症病人 你認為症結在哪裡 後面是中南海 這個是八卦圖 這張圖呢 實際上它是在講 中國這個整個體制跟世界的關係 怎麼洗錢 那實際上這三十年下來之後呢 我們要現在回心看 為什麼這個世界 慢慢淡忘這個1989年和六四 為什麼在全世界這個體制下 這個中共在這種體制下 會如魚得水 那全球化的一個基本體制是 政治和經濟體制是什麼 那其實呢 我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基本是帝國和資本主義體制 那中共是結合了極權 國家資本主義和帝國體制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就是 實際上這個抗爭呢 是全世界形的 那你在任何地方 任何錢都可能變成前沿 不是說在這個民主國家 就沒有抗爭了 而是民主國家小 尤其小的像台灣這樣的 必須面對這個 他這種霸權 中共的霸權 所以我大概就結束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邵老師 很精采的報告 以為他最後提到 國家資本跟帝國主義的這個結合 我在畫龍點睛的 把這個文章點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請烏爾開希來做評論 因為時間很緊 所以其實應該給你一個鐘頭 但是時間太緊了 謝謝謝謝發哥 謝謝楊老師 楊老師 這個也謝謝邵江 他所邵江做的這番的這個報告呢 讓我至少在座的朋友們 應該可以清楚的感受到 89年這場學運 對於民主這個價值 有其實相當深刻的認知 那其實我在這邊作為點評的話 就是提醒大家看到幾個重要的點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所謂民刊 當時發的傳單等等 都用比方說北大籌委會 北京大學的這個 然後呢 在北京師範大學所推動 當時是我比較主導的 一些成立的自治會等等的話 我們都會加上臨時兩個字 一個種籌備委員會 和一種臨時這兩個概念 為什麼會出現 這是因為在89年學生運動之中 我們不僅對於民主的這個 這個 終極的目標看得很相當清晰 這是我們所要求的 另外呢 即使程序上 我們也會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沒有經過完全有效的在 比方說這種選舉和這個 充分的各種這個 各種的這種 手續健全的這樣的 條件健全的這種 成立這個自治會之前 比方說像在北京大學 他們所給自己 起的名字叫 北京團結學生會 籌委會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名詞 他們是希望從北大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希望學生會 扮演的角色是將來有一天 可以成為類似波蘭的團結公會 也就可以成為 這個一種類似反對黨 和推動中國的多黨制的 這種成立的一個反對的 民間的政治制衡力量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還不夠具備充分的民主基礎 所以眼前只能叫籌委會 同樣的呢 北京師範大學 當時我們成立的自治會 也是有括號 臨時 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含義 就是說 目前為止我們所推動的呢 是一個臨時的一個機構 不過剛好 少將講到的這番東西裡面 講到就當時八九年的學運 一些想法如何傳播 這部分也很重要 八九年的時候 我們的很多想法 怎麼能夠 當時沒有電 沒有這個網際網路 沒有行動電話 沒有像現在這樣方便的 傳播方式的這種情況 其實還蠻難想像的 就是當時的傳播是如何完成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來等於也算是給這個 邵江的這個精彩的報告呢 做一個補充 就是學字聯 北高聯這個組織 一開始是如何成立的 也是通過 因為它也有這種民間的 這種傳播的過程 是如何完成的 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呢 我是在4月 所謂420學案 就是4月19號晚上 到了中南海前面 有很多的這個學生 去表達了請願 然後中南海外面 有很多的人呢 表達聲援 結果後來呢 到凌晨呢 我們是被這個警察 給這個清場了 其實整個89年 學生運動之中 第一次跟軍警之間的衝突 是4月20號的凌晨 所以我們把當時還把它叫做420慘案 但當然了 後來的六四的這個屠殺 它的慘烈過程遠遠超過4月20號 所以在整個89年過程中 所謂420慘案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用的這個名詞很快就被 等於就被後面新的這個口號所取代 到了第二天呢 4月20號呢 我們已經在各個不同的同學學校園之間 應該都在進行如何組織起來的思考 那我們當時的確是因為沒有手機 沒有這種互動的這種聯絡方法 所以各個學校是在怎麼進行的 我並不知道 那我來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學校我們是怎麼進行的 當時跟只是幾個好朋友一起 我們呢 我就跟大家說一定要 我們是共產黨的好學生啊 共產黨說 要想反抗你的這個強大的專制者 你一定要組織起來 所以要組織起來這個想法 每一次我們在天安門廣場 在中南海前面 集會的時候碰到其他學校的同學 我們都會討論到這一點 要組織起來 如何組織起來 確實是個非常困難的 如何傳播是個非常困難 如何交流是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 比較有意思來跟大家分享 就當天呢 我們北勢大我們幾個好朋友呢 就一起呢 就貼出來了一個大字報 這個大字報我們就寫的就是通告 這兩個字 下面呢 就是說第一第二第三大概幾條了 完全的內容 我不見得能夠完全想起來 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的中國的形勢 需求我們組織起來 而官方的學生會 就我們過去所有的學生會 完全沒有能夠承擔起來 需要組織起來的責任 沒有能承擔這個責任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宣告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裏 宣告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立 那說實話還有一點 並不夠符合這個民主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都會加上臨時過號這樣子 然後宣告成立之後 我後面又動了個小小的心眼 就是說各個 因為北京師範大學 當時有各個不同的教育學院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學院 也有各個系所 我就說各個學院系所 尚未成立分會的各個學院系所 請盡速成立 成立之後的各個學院的這個分會 自治會的分會 到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 就校際的這個自治會來登記 就提了這麼一個通知 當然兩個小時之內 各個學院系所 就都成立了這個學院自治分會 也就都到了我的這個宿舍 我在那個大字報裡面就是寫了我的名字 也寫了我們宿舍號碼 然後呢 就到我宿舍呢 就來就來登記了 本來這是個我們兩三個人寫的這個通告呢 到之後就變成北京師範大學 十幾個學院系組的分會 就到我這邊登記以後 這個學生自治會就變成個實實在在的學生組織了 這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等於說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學生分會 靠這種方法是成功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說照方抓藥 就當時呢就寫了一個東西說 北京類似的前面內容 就說北京臨時學聯已經成立 臨時學聯已經成立的這麼一個通告 然後呢各個學校尚未成立自治分會 到臨時學聯總部來登記 臨時學聯總部現在暫時設在北京師範大學 往後這麼一個東西呢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呢 當時我們需要把它給傳播 如何傳播 這個時候想在這邊補充的一個重點 當時呢印出來了一個大概A3這麼大的 寫了A3這麼大的一張紙以後呢 要去複印 複印這件東西是一個當時在很珍貴的一個資源 而我們北京師範大學的有一個老師呢 當時還記得很清楚 他是圖書館學的呢 因為我們叫 他呢就把這個鑰匙給我說 那個有一個複印機 那裡面有多少張紙你可以用完 我不能再給你多一張紙 我也不能再用別的方法來表達支持 但那裡邊有多少張紙你去印 那裡邊有多少張紙呢 那裡邊有30多張紙 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 就是因為當時北京師範大學的自治會 已經成立的自治會的這些學生 我就拜託裡邊的同學騎著腳踏車 把複印出來的這個30多張紙上面說 臨時學聯已經成立 請各個臨時就各個學校的到北京師範大學 當天晚上來進行試師大會 是4月21號晚上到北京師範大學來參加實施大會 為什麼是4月21號晚上 4月22號早上我們要一起去參加這個 這個胡耀邦的追導會 腳踏車 複印機 然後一個 用北京師範大學成功的一個就是 在成立臨時學生自治會的這樣的方式 號稱成立臨時學聯 把這樣的一個東西貼到全北京各個大學 30多個大學 當天晚上幾萬個學生到了北京師範大學 我們一起從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跟大家報告 是離天安門相對比較近一點的 這個比較大的學校 那北大清華就稍微遠一點 人大也會遠一點 結果這些學校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之後 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早上大家各個一分學校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天安門廣場坐下來以後 我就記得 後來 當時包括王丹包括 邵江是不是也在 我們第二天早上在那邊開會的那些人 包括像朝華 我們在一起開會的那些人 後來就成為了北京 這個學生運動的很重要的骨幹 我們把北京臨時學聯決定通過一個決議改名 叫做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 十個字北高聯 我們管它叫北高聯 後來政府決定把它叫高自聯 FINE 同一個組織 所以在一個沒有Internet 沒有手機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僅有效地傳播了民主的概念 By the way 我們寫到民主可以當飯吃 這件事情可能要跟這個郭先生講一下 這個 然後呢 也有效地用這種包括 復印機和腳踏車這樣的方法 完成了這種想法的沉澱 用民刊的這種方法 然後呢 也完成了有效的傳播 所以89年這場學運之中精彩的篇章 非常多 感謝邵江能夠給我們做了這個學運之中的 尤其是內涵的部分做了這麼精彩的註解 讓我們也覺得回過頭來再看 30年看還是有相當的這種自豪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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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開心很精彩 從這個組織跟這個傳播的角度 添了很多的這個論點 接下來我們剩下大概剩下12分鐘 12分鐘 因為今天在場 人很多 而且都是 還有15分鐘 15分鐘 在座都是關心六四的 所以我想有些基本的一些論點就不用闡述 所以希望提問的人能夠把時間壓縮在1分鐘 那你可以指定台上的某位人士 或者全部都可以回答 那在提問的時候麻煩你 identify你的名字跟單位 讓你以便做紀錄 好 麻煩請 是 那就您先 好 然後 在裡 然後 在裡 第三位 聽高興看見開心 聽得見嗎 喂 我都很高興看見開心在這兒 陳昌寶你認識 是當時世大的 非常 非常關鍵的一個 組織者 最近他也是到了灣區 我就跟他交流比較多 我這裡想稍微請教一個非常細節的小的問題 他特別的堅持說北高年的成立是在4月24號晚上 是這麼回事嗎 還是之前其實有那個劉剛 在他的住所 你有去嗎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謝謝 這個細節的確重要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 就從北京臨時學聯 升級為北京高校自治聯會 就變成這個 改變這個名稱 是在4月24號晚上 應該是4月23號晚上 應該是更早 在劉剛家 然後在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就是說 北京臨時學聯 是在 就我講的 就是 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成立的過程 就是我把它寫了一個通告 說北京臨時學聯宣告成立 其實還根本就是我們 所謂當宣告成立的時候 就是我在宿舍裡寫了那麼一個 一個傳單 然後用那個 我們北師大一個老師的 傳 複印的這個特權 複印了三十幾份文件 貼到各個學校 在那個時候呢 其實並沒有 這個組織 只是然後宣布 當天晚上到北京師範大學 我們還用了很共產黨的一個名詞 叫世師大會 然後這些人來到了北師大之後呢 其實來到北師大的這些人 是沒有組織的 並不是由各個學校已經組織起來的 而就是一個個人的身份 來到校園 說實話是把我嚇了一大跳 大概到晚上六點鐘的時候 就有幾萬人在進入北師 幾萬人 這個數字後來是怎麼來 就是 但是我覺得人數多到 我們一定要統計一下 我就拜託我們北師大的 那個數學系的同學 在裡面一定要做一個功課 你說我要幫我算出來有多少人 他們說這有幾個方法 數學系的同學還是有這個 然後他們就算了一下 告訴我當天晚上 我們尤其是到了 十一點左右 決定把這些在北師大的同學 帶到天安門廣場的時候 他說總共帶出校園的是六萬人 然後帶出校園的學校有多少所呢 三十多所 然後其實在北師大的人數 絕對不止三十多所高校 還有更多 但是呢我們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的方法 帶出師大的時候呢 是帶了三十多個方陣 稍微有個細節補充一下 也很有意思 這個也跟這個傳播很有關係的 就是當時我們沒有音響系統 就是你要如何也沒有燈光 所以對於如何把這個北師大幾萬個人在那邊的人 帶出天安門廣場 都是個大的不得了的課題 如何 當時我還記得我是 而且那個畫面可以給大家想像一下 荒 不能說荒唐 成為主要的學生領袖 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 嗓門必須要大 然後我嗓門夠大 對不對 後面可以聽得到 然後後來我當時呢就站在這個雙槓上 那時間可能要緊 是是是是是 然後跟大家說 能夠眼前能夠 我用最大的嗓門喊 然後眼前能夠聽得到我聲音的同學 重複一次 然後等於是他們用這個聲音來這種傳播到這個幾萬人 然後每一個學校呢就說 北大的同學請大家喊著北大北大 走進這兩個籃球場裡邊 我們眼前一個籃球場 結果就看著整個這幾萬人之中 人群之中北大北大 就這樣進來 這樣三十多所學校出去 然後每個學校呢 也都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了 當時相應的學生領袖 每個學校的相應領袖 然後呢到了廣場之後 這些學生領袖呢 也都會來跟我開會 我們一起 當時就很快就形成了一個 非正式的學生領袖的群 而這些人就是後來北高聯的最主要的 這個成立北高聯的最主要的原始的那些同學 所以對於北高聯的成立 絕對是在劉剛家 絕對是在北大就是那個後面 然後來參與的人 跟第一天晚上就是所謂我們推動的 臨時學聯的那些同學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謝謝鳳聰德 謝謝 請問完以後再一起回答 好吧 我有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崔偉平 崔偉平我很喜歡你的演講 我看你的文章也非常有意思 說那個劉曉波的跟那個五四的 直接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一個具體的問題 你說它是反傳統 反封建 封建當時 封建這個字的 是不是封建的還是集權的 就是當時就不敢說集權 反集權 就是說反封建 就是你說小波的在那個小波的鬧子裡 在那個小波的鬧子裡 是不是反集權 而不是反封建 封建 封建我有一個問題了 我的感覺 你也做過那個 民主牆的民看的研究 我的感覺是 那個八九命運在心動上 是有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在思想上 好像沒有特別新的思想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但是那個民主牆 反而是有很多 你什麼感覺 我是跟那個教授有一個相同的問題 我也是問崔衛平 我也是問那個崔衛平 女士 關於劉曉波的那個 八十年代的這個 這個文章和他的思路 我就是問你一個人 其他人如果有補充的話 可以那個回答 我在問你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我 就是兩句話介紹我自己 我叫汪敏從美國來 我曾經在紐約 這個總部 中國之春的編輯部 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 我當我編輯主編 後來當社長 但是劉曉波 在紐約那段時間 就是在1989年4月22號之前 那段時間 我是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工作 所以呢 我對劉曉波 在紐約當訪問學者 一直回到天安門前 在這段時間裡邊呢 我是跟他相處過一段時間 我也很清楚呢 他當時 講究老師話 我們一直 中國之春編輯部的同仁 沒有宣布過劉曉波 曾經主編過中國之春兩期的雜誌 就是在4月22號之前 如果你們去查 中國之春雜誌的話呢 就可以查到 他回國之前的兩期 是劉曉波實際上主持的 我有一個很精彩的畫面呢 是劉曉波用 就是咯咯巴巴的聲音呢 跟當時的中國之春的編輯楊曼柯 在編輯部裡面爭吵 他就直訊那個楊曼柯 他說到底你是主編還是我是主編 劉曉波說的 那麼 當時呢 胡平是實際上的主編 但是他把兩期的中國之春雜誌呢 是交給劉曉波 負責主編 包括社論 包括評論文章 包括他自己寫的文章 那麼這段時間呢 劉曉波在紐約的這段時間很重要 是為了 是說明了他怎麼樣 像從一個思想狂人 文化界的狂人 然後呢 走進天安門 來呢 充當一個 舉重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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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當時在海外有很多名人 蘇少智 朱家明 很多人呢 都已經在海外了 但是沒有一個人 像劉曉波那麼有勇氣 回去 在我建議你呢 是能夠在這一段 在劉曉波80年代 這一段經歷 把他加進去研究他 在紐約時候 他寫了什麼文章 他編過什麼文章 他幹了什麼工作 謝謝 為什麼他能夠 那麼大的勇氣 回到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王先生 對不起 因為時間 剩下三分半 是不是我們有些 留在休息時間 再問好不好 然後我們把時間 留給三位 但老師我們就不用 先吹女士 然後燒姜 還有烏凱西 好的 非常謝謝王先生的 新的細節 小波在紐約期間 思想發生很大的變化 是他從 比較浪漫主義的文化政治 導向現實政治的一個 很有意義的轉折 我特別覺得 丹老師的問題有意思 您是從五四 台灣的五四和中國的五四 尤其是從 除舊和不新的區別 來提出 80年的小波 如何從一個 反傳統的那樣一個 自我解放 過渡到自由民主憲政的一個小波 這個是 我們下午要談的題目 且聽下午回分解 我這裡稍微一句激透一下 就是小波的轉變 有幾個原因吧 一個是 大家都知道六四以後 他那個坐牢 然後他有一些 關於坐牢方面的一個 一個情節 一個懺悔 還有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到了90年 大家坐牢以後 90年下半期以後 中國知識界 思想范式的一個 普遍的轉型 也就是說 轉到一個 自由主義的 這麼一個面向上來 然後這時候胡思 被人更多的激起 小波本人也從 更多的談魯迅 也變成更多談胡思 然後包括在2002年之後 中國公民運動起來以後 然後小波從中提取了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 關於社會轉型的思路 包括他與天安門母親的接觸 他看到實際上 真正有人僅僅是為了愛 而活著 而生存 所以給他很大的衝擊 包括留下對他影響 所以我們的小波要經過一番 很長時間的一個歷練 才能走到後來 非常謝謝您的問題 謝謝 謝謝開西剛才的評論 好 特別的就是這個 講初期的那些事情 還有他整個傳播 實際上講的非常的 現場感都傳出來了 然後那個白夏的那個問題 就是是不是民主牆的那個 思想深度比89年的深度深 很多人都這樣評論 但是實際上 民主牆是一個特定的 文革結束以後 他實際上是 面對的是鄧小平的新的專制 那個文章的深度 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去講 這個民主和專制的一個 一個對立和這個什麼 還有第五個現代化 但是89年這個民主講的東西 範圍要比1978年要多 他實際上在講經濟民主 還有講社會民主 所以要從民主的範疇而言的話 89年講的東西更多 我大概就回應了 很簡短的講這個小波呢 其實在89年的運動之中 也發揮了一個最重要的作用 幾個重要的口號是他提出來的 對話這個口號是他提出來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他提出來的 由他提出來之後呢 要求我們這些同學 在這過程之中貫徹 所以這一點的話呢 小波當時扮演的黑手的角色呢 是當之無愧啊 然後如果說到這個89年的 如果講到89年的 跟民主牆之間的差別呢 還要講一下 小波講的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民間政治制衡力量 這個八個字呢 也是劉小波通過 我們多次開會的過程之中 他建議 然後呢 他所發揮的一個作用呢 就是說 如果想89年跟民主牆 最大的不一樣 是我們希望北高聯 能夠扮演波蘭的團結工會的角色 而當時就是同時也在發生 在那之前 無論是民主牆 或者更早的五四運動呢 學生的請願示威 都是向政府施加壓力 是讓政府做一些什麼 而89年是說 是我要你政府做什麼 但同時我們有話說 我們也要參與 我們有我們的角色 我們要根據共產黨 教導我們的說 好好組織起來 參與對話 對話 對話是什麼意思 對話是說人民有話說 我們的話要講出來 被聽到 而且我們要求政府 必須給我們講話的空間 所以我們所89年的 這場學生運動 跟以前的所有的運動 最大的差別 是We took action 就是我們把我們自己的角色 界定得很清楚 我們不光是要求政府民主 我們會參與這個民主 謝謝 謝謝 抱歉 時間超過一分鐘 抱歉 我只做十秒鐘的這個結論 就是說 今天講得非常精彩 那我是建議說 提出兩個請求 第一個 明年在北京紀念六四的時候 這個presentation可以短一點 多一點討論 明年記得明年要到北京去討論 第二個 我們請在座各位給我們四位presenter 跟commentator鼓掌 謝謝他們